您听到的不假,眼周都快三个月无雨了,地里的粮食都绝收了,还死了不少人,这雨要是再不下,大家都要没有活路了。 说起这事,掌柜的唏嘘不已,又道。 您是不知道,有些孩子才生出来就被做爹娘的忍之泪捂死了,没有水,没有吃的,大人都撑不住,哪有奶喂孩子。 再加上,还有人从中牟利,把那粮食哄抬成天价,带上家里所有的铜板去,也只换来那么一点米,熬粥都不够啊。 官府的人不管? 哼,官府,和那些没良心的粮商,穿同一条裤子的,怎么可能会管? 话如初看了齐佑一眼,给掌柜的倒了杯酒,两人要这一壶酒就是为了对付掌柜的,自己根本一滴没喝,最多就是打湿了下嘴皮子。 掌柜的赶紧双手接了,连连道谢,仰头喝了,不瞒掌柜的,我是提家里来这眼周看行情的。 打算来这边,置办些产业,可我对这眼周不熟,只听说遭了灾,却不知道哪里的灾最严重,不知掌柜的可否相告。 这自然没什么不能说的。 喝了那杯酒后,脸都红了,却显得尤为激动的掌柜的声音都大了起来。 不是我老汉诉苦,咱们卫山县就是遭灾最严重的。 您别看咱们这个小镇好像挺好的样子,那是因为咱们这临近关道,来往的人总有一些,手里多的几个铜板,日子过得也松快些。 再加上镇子上有一条地下河,里面的水虽然一日比一日浅,却到底还是养活了我们一阵子人,有时还能接济一下临近的人。 结果话如初递来的酒一口饮下,掌柜不用他再问,就继续道。 那些当官的不接济我们也就算了,看我们镇没有死人,便下文让我们镇每户人家每隔一天提供县衙多少水多少粮,说朝堂有令,让有富裕的人接济一下肿灾区快活不下去的人。 民不与官斗,也斗不过,我们只得忍了,偏他们看我们每次都要牙拿出来了,便一日日的增加,这事就要逼死我们呐。 要不是这场雨下得好,地下河的水根本就撑不了几天了,下那县牙应该不会再让我们送水去了吧,不过那粮肯定是少不了的。 老汉,我没别的期望,就盼着他们别再增加了,不然,我们镇也要死人了。 两人对望一眼,话如出续又问,县衙有没有透过话,说这些粮会在郊丘粮食扣掉? 哼,要真是这样,我们这心里也想得通,可有人得到消息,说那些粮食一运到县城,就被送进商行高价卖了出去。 如果真是阶级他人,他们又岂会卖掉? 镇上的人这些年存的一点钱,也全拿去买粮了。 最憋屈的,是买回来的有可能是自家被迫蒸上去的。 买回来后,还得再次被蒸上去,然后再买回来。 天里的粮食,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按以往的惯例,今年的丘粮,朝廷通常都会免了,他们根本就是扯着虎皮做大旗,发这种灾难财,一个个都会有报应的。 一时激愤,掌规痛快地发泄着心里的愤怒,可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 民不一观,要是这两人说了出去,最先没有好下场的就是他,话如出给他杯子里蓄了酒。 如果你说的属实,他们确实该得到报应,就该关起来油间,用臭鸡蛋招呼。 掌柜的一听,顿时高兴了,有人陪着自己一起骂,这心里那点担心早就消失无踪,痛快得很。 一仰脖子,喝光杯子里的酒,嘴巴一抹,继续到肚子似的,把自己知道的都给倒了出来。 听说不止我们这里,还有几个地方也被他们蒸水蒸凉了,有那有胆色的和他们对抗,听说死了好几个,还有好些被关着,到现在都没被放出来。 现在粮食这么紧张,对衙门的人来说,粮食就是银子,哪会去养着他们? 我们都猜着,那些人恐怕都死了。 其右眉头微不可见地皱了一皱,从中透露出来的消息太多,说那县衙的人真敢打着朝堂的旗号如此做,发配去边疆都是清的,落个诸九族的嘴都有可能。 你们县真有那么严重? 掌柜叹了口气。 唉,我们县大,下辖十二个镇,一个镇下辖的村子大大小小有好多个,可真正能勉强度日的,却只有三四处地方,这还不算严重。 既如此,眼周周目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呵呵,客官,老汉我大字不认的几个,却也亲身体会了一个词,知道了什么叫官官相护。 卫山县的县老爷是眼周周目大人的小舅子,县老爷把自己的妹妹送去给周目大人做姨奶奶了,这才换来的县老爷当。 话如初看向齐佑,眼中有误解,难道这县令的任命可以不通过朝堂吗? 齐佑拳头不自觉地握紧,怎么可能不要? 这文家的手伸得比他和太子以为的都要长,只怕吏部那边也渗透进去了。 掌柜的一辈子都耗在这个客栈里,迎来送往的客人见得多了,并不是一点眼光都没有。 看两人专挑着这件事情问,不由得就猜测起来两人的身份,恐怕他们所说的做买卖是假,探听事情虚实才是真。 如果他们真是为这个事来的,总不可能是信太爷他们一挂的人,只要不是他们一挂的,他拆着明白装糊涂,把自己知道的全说出来。 如果他猜中了,自然是大喜,若是他们真是来做买卖的,那就当他是喝多了,胡言乱语了。 我听说宁县、济县、陶县遭灾特别严重,有没有这回事? 掌柜的眼睛一瞪。 谁说的,这人一定是个骗子,这三个县哪有咱们为谁县严重? 果然如此,其又吃不下去了,放下筷子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话如初看他心情不好,该知道的也知道了,便把剩下的半壶酒塞到掌柜怀里,道。 多谢掌柜的为我们解惑了,这酒呀,算是我们兄弟请掌柜喝的。 掌柜的看样子确实是爱酒之人,舔了舔嘴唇,接过酒壶,便道。 那老汉我就舔着脸接了,平日里舍不得喝,已经好久没喝得这么痛快了,两位慢用,老汉再去给两位炒个菜,送的,送的。 话如初也不惧了他这好意,看他步伐稳健的往厨房方向走去,笑得很是意味深长。 南朝的人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多狮子,并没有那么愚昧好糊弄。 两人沉默着吃了顿饭,就着雨声和淡淡的酒香。 回到房间,话如初走到窗边把窗户支起,凉风进来,吹散了一世的浑浊,双手抱胸。 回头看像坐在圆桌边一脸严肃的人,决定了没有? 齐游看他,起身走近,把人懒入怀,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觉得安心。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是肯定,而不是疑问,话如初笑的得意小狐狸一般。 当然,你不就是在想是照原计划回太原,还是去一趟卫山县城吗? 齐游心情突然就轻松下来,有个这么了解自己的闲内住,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自从如初答应下来后,他这几天接连不断的提点让他知道,原来他们还有那么多疏忽的地方。 这人以前未必就没有看出来,不过是不愿意过多介入这些事情罢了,他好像总在给自己留退路,他不喜欢这样,他想要的是把这个人彻底的绑在自己身边,生在一起死在一起。 我要确定一下,所以我们要去一趟卫山县。 好。 如初毫不犹豫地同意,让齐游心情更好。 怀里人温暖的体温透过衣服传来,被凉风带走的温暖瞬间又恢复如初。 好像只要有这个人在身边,心就是暖的。 伤还疼吗? 齐游的家都掉了,早就不疼了,你的呢? 拉着他往床边走,齐游回头。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好,你来帮我看看。 话如初看向窗户的方向,这天还是大亮的好吧? 齐游这是像白日轩吟不成? 齐游就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担心窗户开着,会被外面的人听去什么声音,简而言之就是害羞了。 有雨声伴奏不是很美吗?不喜欢?嗯? 将他推倒在床上,齐游在他船上轻拙了一下,声音轻柔,因为压抑带着点微微的沙哑,尤其是那一声鼻音浓重的嗡,性感的要命。 这一瞬,话如初觉得自己被诱惑了,勾住男人的脖子往下压,在男人的唇上辗转丝磨,不张嘴也不试图进宫。 他喜欢这样的温情默默,他相信齐游也喜欢,因为这是他给予的。 至于最后的战况如何,话如初第二天在床上躺了小半天,就这样他还不怕死的抱怨。 都说了由我来主导的,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呀? 终于保持了一顿的齐游,只是把人往怀里再拦了拦,没有回话。 他能怎么说?说他自制力瞬间决低,再也想不起其他。 说如初的主动就已经让他觉得幸福,他说不出来。 他知道如初希望他在他面前能坦诚些,他也尽可能的什么都和如初说,可他性子就是如此。 逼着自己也说不出那样的话来,可能再多点时间就可以了。 如初的意思他懂,如果总是要去猜另一半的心思,那太累了。 他不想如此,也不想如初如此。 话如初也不看他,手去往上摸索,其用刺绝把脸挨过去。 话如初捏起他脸皮扯了扯,撇嘴。 还是太薄了,男人啊,就该厚脸皮点,那样才能占便宜。 我不用去占别人便宜。 也是啊,都是别人主动送上来的。 我没有。 话如初没染住,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逗你玩的,你要是那种人啊,会在这里和你说这些话吗? 话如初没有抬头,所以他没有看到其有眼中满满的笑意。 这到底是谁斗谁呢? 安静地依偎在一起,窗外嘻嘻嘻嘻嘻的雨声依旧没停,只是小了些。 这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欠了眼中三个月的雨,是打算这一次要还个够吗? 唉,过了又要成灾了。 现在百姓应该还在高兴。 扯过薄被,搭在两人身上,其又还细心地把被角按了按。 温暖的,让话如初觉得,雨就这么下下去也挺好的。 用过午饭后,我们就去卫山县吧。 在其他事上还是不要费太多时间了,太远那边局势还不知道如何了。 好,知道他们打算去卫山县,掌柜越下觉得自己猜测的有谱。 尤其是当他看到他们留在柜台上的那订银子时,更觉得这是人家的谢礼。 若只论他们的时速,那二两碎银就足够了。 喜滋滋地把银子藏进柜台的暗阁里,刚收好就听到外面传来车咕噜的声音,以及这段时间已经熟悉了的吆喝声。 掌柜脸色大变,赶紧把身上的那二两碎银也藏到暗阁里,只放了一串铜板在身上。 穿着一身牙衣服,帽子歪戴着的两个男人走进来,习惯性地扫了眼大堂,耻笑道。 一个客人都没有,看样子今日的粮食都还在了。 便说着,两人熟门熟路地往厨房方向晃去,掌柜的只得跟着,不用装都是一脸的苦相。 虽说今日得了笔意外之财,可明知道他们拿了自己的粮食去卖钱,这心里怎么可能舒坦。 两辆马车,拒都遮了防雨布,就停在镇子的口子上,这个位置正好把不远处的一切收进眼底。 马车门没关,西游和华如初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些牙医不管不顾地从各户人家爆出装有米面的袋子。 有那舍不得的百姓追出来,在身后一路的囚情,奢望着能拿出来一把两把,那样他们一天也就能撑过去了。 云叔拿着马兵的手都握成了拳,可小姐的规矩他懂,除非小姐开口,不然他什么都不能做。 用小姐的话来说,天下的不平时太多了,他们能管到多少? 就算他们图意识痛快管了,可他们总要离开,老百姓的根却在这里。 等他们一走,那些人在他们这里受了多少,必定双倍乃至十倍百倍的回报给百姓。 他们这不是在帮人,是在害人,可眼睁睁看着总是难过。 这时候他甚至想,这些人怎么不瞎了眼来招惹招惹小姐姑爷呢? 欺负手无寸体的百姓算什么? 走吧。 云叔低声硬了,回过身把马车门关好,一甩马鞭奔入雨中。 穿着和寻常牙衣不同颜色官服的领头人狠狠吐了口吐沫。 这些人看着就是肥羊,却是会咬人的,只能看看了。 马车内两人依偎在一起,话如初没什么劲地问,你想去县衙探个虚实? 嗯,若是那些人还活着,就是最好的人证。 带去太原? 带不了,到时候想个法子让他们活着。 这事儿,殿下应该更想亲自动手。 话如初沉默了半会儿,才懒洋洋的献策,那还不如给那些人希望。 有希望的人才会特别想要活着。 求生欲望强烈了,说不定还能催生点其他什么。 这次就算不能把人扯下马,也要好好恶心他们一下。 嗯,听你的。 蹭了蹭后面温热的胸膛,话如初说得理直气壮,你本来就该听我的。 嗯。 这没成就感。 话如初暗中撇嘴,连个肚嘴的趣味都没了。 到达魏山县县城时,雨停了。 站在石林林的县城门口,其右四下里环望了一圈,就看明白了。 魏山县确实比他去的那几个地方遭灾要重。 下了那么长时间的雨,居然也没把被堵在城门外的灾民给赶走。 拿着各种东西当雨具,尽可能地把自己给遮住了。 眼巴巴地看着路过的人,对于能进城的人抱以最大的羡慕。 我突然有点庆幸他们这么瘦,不然,怎么可能熬得过这场雨? 话如初看着眼前的场景难难道,他从来不知道原来生活当中随时要用到的东西居然都能拿来当雨具。 是百姓太有创意,还是活生生把他们逼成如此? 这一刻,话如初默然觉得自己真是自私到头了。 他有那么多银子,有多活一世的优势,看得却一直是自己,护得一直只是家人。 如果他的心眼能大一点,眼光能看得远一点,不说管尽天下不平视,是不是至少也能少让几人死于非命? 他一直自询武林人,也一直在尽着武林仪分子该尽的责任。 可武林人该有的狭义呢? 这份狭义对百姓便是无效的吗? 他看不起陶家的积极经营,看不上他那份野心,可此刻他觉得自己甚至都不如陶家。 他过着自己最想过的生活,看尽扬州的繁华打理出一个琳琅阁。 可他的琳琅阁有为世人做过什么吗? 没有,他只是在为自己敛财。 在知道野州遭灾时,他心里甚至连怜悯都没有,只一门心思想着要如何才能趁着琪佑出门的这个机会自己去一趟青州。 没人期望他成为圣母白莲花,但是应该也没人想他成为一个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人吧。 就算不想露面,就算不想如陶家那般,他也可以寻出一条其他的路来。 不用刻意为谁做什么,只是在能伸手扶上一把的时候,他该不吝啬伸出手。 他不该如此自私。 如初? 恍惚间,看向身边叫唤他的人。 画如初脸上,头一次带出了迷茫之色。 对他的担心,马上把其他事情压了下去。 其右拉着人重新上了马车。 顺翼云书进城后,把人搂进怀里。 如初,怎么了? 画如初摇头,效忠带潮。 就是觉得自己真的是挺自私的。 本章播讲完毕,欢迎继续收听。 destin我来说。 我给你帮助。 我给你帮助。 露宍时长。 请记我的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